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嘉祥指出 行动党巴生新郑州议员拿督邓张钦提出的 如果是首相邀请自然是公费的逻辑非常奇怪 他说 或许邓张钦不知道 此次除了内阁部长与各部门领导 华团及商团代表不在少数 大家同样受到首相邀请自掏腰包随同首相访华 虽然我不是内阁部长 只是一名普通的后座议员 但既然首相邀请我参与访华的代表团 我就有责任扮演好我的角色 自首相昨日抵达北京以来 我就出席了首相参与的各项活动 倘若邓张钦那么关心与紧张访华的开销与费用 他可询问此次一同访华的行动党同僚 又或者直接要求首相办公室说明 而不是一直自讨没趣的批评 与针对马华或者我本人 魏嘉祥在面书贴文说 他相信无论是公费或自费 大家都把国家利益摆在首位 积极推动马中双边关系 他相信促进与提升马中两国的双边关系 靠的是务实与扎实的行动 绝对不是靠打嘴炮